名字叫板田房太郎 他最后自己这个战绩已经无法反方了 已经被打干了 这时候他选择了 别人带机撞下美军的飞机舱子 一下子飞机舱子变成一个火海 就等于他一个人一架飞机 换了你这么多飞机爆炸 这是在太平洋战争当中 比较早的一例自杀式袭击的方式 然后后来经过几次日美之间的海战 有人就发现这是一个办法 自杀式袭击 我跟你同归于尽 但是我这本小 你这本大 那么这个第一次大规模使用 是在1944年10月25号 当时日美围绕着争夺菲律宾进行的 世界战术史上空前激烈的 莱特湾海战上使用的这个战术 当时是麦克阿瑟将军带兵 攻占了菲律宾南部的莱特岛 那么当时由于菲律宾 是日本法医司沟通两个战场之间的重要枢纽 不能丢 所以双方在莱特湾这展开了 可以说是想避其空欲翼的 是乖生死的一场较量 莱特湾大海战 在这次海战当中 大西龙之郎中将采用了这种战术 把身丰特务队正式派上战场 1944年10月25日上午10点50分 莱特湾海面一片寂静 突然 9架日机直奔美航母编队而来 就在美战斗机升空实时拦截时 日机一下子爬升好几千英尺 不一会儿的功夫 只见5架零式战斗机 从天空你追我赶的混乱中飞出 朝着航母编队的方向俯冲下来 两架特攻机被怀特·普莱恩斯号航母 猛烈的火力击中 然而其中一架却拖着长长的浓烟 向着圣洛号航母冲了过去 坠毁在圣洛号的飞行甲板上 停机甲板上顿时成为一片火海 继而引起舰内一连串剧烈的爆炸 圣洛号航母因此葬身海底 莱特邦海战中 神风特攻队共出动神风战机55架 几臣每航母一艘 重航四艘 轻伤一艘 几臣巡洋舰两艘 驱逐舰三艘 摧毁飞机100余架 但是经此一战 日军也损失惨重 海军实力锐减 再也无法与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相抗衡 这后神风特攻愈烟愈烈 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军舰的整体的实力已经高于日本海军了 但是那个时候美国军舰没有想到 说日本会采用这样一种自杀式袭击的方式 那个飞机在上面落下来还以为扔了炸药就要飞走的 没想到飞机根本没按常理出牌 直接撞下战舰 所以在莱特湾海战当中 美国的军舰有相当数量一部分军舰 就是因为这个被炸沉了 或者被炸残了 或者得大凶 或者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创伤 那么在那之后 大西龙之郎以及他所代表的日本法医司军国主义 更加认为这个时候自己已经处于脸世了 非得采用这种玩命的方式 所以在接下来的流氓岛海战和冲绳岛海战当中 这个神风特工队的使用变本加厉 刚才我说这个莱特湾海战是55架飞机用自杀式袭击 到了这个流氓岛海战是568架 等最后在冲绳岛海战2000多架 甚至冲绳岛海战的时候出现数百架战机同时冲向冲架 由于这种屡试不爽的自杀式攻击 达到了重创美军的效果 特工成为日军截击美军战略的核心 1945年2月10日 美国萨拉托加号航母在硫磺岛西北35海里处的海面上 遭遇了6架神风特工战机 在被多架神风特工战机撞击后 萨拉托加号航母上已经火光冲天 然而美国人万万没料到的是 就在这时又有五架日机神不知鬼不觉的到达了航母上空 其中一架成功地击中了本已伤痕累累的萨拉托加号航母 使其彻底失去了战斗力 萨拉托加号航母被迫撤往美国西海岸大修 冲绳之战 日本的神风特工战术达到了最高潮 投入神风战机共两千架 美军舰船约有四分之一 即二百六十艘被击沉 三百六十八艘被击伤 冲绳之战 日神风特工作战规模之大 来势之猛 攻击之疯狂 损失之惨烈 在整个二战中绝无仅有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所以以至于二战结束之后 很多美国海军的老兵 多年以后回忆起来 当时场景都心有余计 说这个场面太残酷了 也太吓人了 那么多日本军人不要命似的冲下来 就明知道我玉石俱焚都得死掉 那么经过了这些年之后 刚才我们提到的神风特工合卫会馆 他们要把这个身仪 就说当年的这些神风特工队员 都给家写一书了 我们要效忠天皇 要忠于大日本 我们要秉承五十套精神 说这些人 现在的日本右衣认为他们 是自觉自愿的为天皇服务 为天皇尽忠 是日本的英雄 那么是不是这样 这明显是这家会馆在歪曲历史室 因为这里边有相当多的日本的驾驶员 他们不愿意去死 神风特工队总共死亡的是4615名驾驶员 他们相当多的人是不愿意死的 可是被逼无奈 被逼上战场的 后来这个其中有经过训练的神风特工队员 他们幸存下来的 就没有被派上战场 他们回忆当初的场景 就提到很多时候就是先给他们洗脑 洗脑不成就逼他们 逼迫他们必须写一书 因为在那种非常残酷的军营环境之下 往往这些驾驶员没有第二个选择 后来神风特工队就是由于大量的驾驶员牺牲 整个的空军已经没有那么多精良的驾驶员了 而且后来盟军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日本的神风特工一开始还能有效 到后来基本上就无效了 正准备在日本本土作战当中 B7公寓意 最后神风特工队在派上一次用场的时候 日本天皇815宣布无条件投降 所以当时神风特工队的创始人 大西龙智郎中将 剖腐自杀了 神风特工队 丑陋的历史使命到此就结束 沦为战争炮灰的4615名神风特工队员 全都是自愿参加 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支撑他们 踏成这条不归路 这些崇尚樱花与刀的军人 是不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恶的源泉 老梁观世界 神风特工 妄想还魂 精彩内容 稍后继续 稍后继续为您播放 老梁观世 您播放的是 老梁观世界 用一人一击一弹 用一次又一次亡命的俯冲 就能挽回日国西山的太平洋战局 这明明是一条疯狂的不归路 就算是命名为神风也还是高颜残喘 数千不死飞行员真的都出于自愿 当了战争的炮从历史风云 从樱花与刀为您详解 神风特工 妄想还魂 那么当时有特工队员 幸存的人就回忆 当初甚至到什么程度呢 把神风特工的飞机派出去之后 后边有监督的 你要临阵逃脱 当时就给你击落了 你也活不了 有的时候是把你通过其他的方式 比方说其他轰炸机 带着你这个飞机到那 然后你这个飞机 根本就没有返航的能力 就是你只能在空中飞这么一会儿 那你就得死到那会儿 或者说只给你装单程的油 让你飞过去 你想飞回来都没有 你也得掉海里烟子 所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逼迫这些驾驶员 为这个军国主义牺牲 为法西斯去葬 就是说根本不是他们吹捧的 说这些人都是英雄 都自愿地为天皇效力 但是咱们必须客观地看待历史史实 确实这里有下舍员 是真愿意为天皇尽忠 真是誓死入归 我不怕死 我就愿意为天皇死 我尽忠 真是这么想的 那有人说这个东西 这不是非常罪恶的一件事吗 他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咱们要想了解这种情况 我们必须得深刻挖掘一下 日本国民性里的五十道精神是怎么回事 因为这种自杀式袭击 在我们看来并不奇怪 我们在过去关于抗日战争的 大量史实资料当中也发现 每当日本鬼到穷途末路的时候 经常是我跟你拼了 我拼掉你一个两个就行 或者不行我就泼泼自杀 也可以说他亡命徒 他就不怕死 那么神风特务队员的医书里 他写到我们秉承五十道精神 这种效忠天皇 漠视他人生命 甚至漠视自己生命的方式 就和五十道精神有直接渊源 我们说儒家讲人日理智信 儒家思想 我们说对日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因为从唐以后 中国的文化 在亚洲范围之内广泛传播 儒家思想对日本影响很深 但我们也知道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 是仁字 孔父子讲的仁者二人也 仁义理智信 起点是这个仁 仁慈 体贴 这是我们儒家的核心 儒家也讲忠 忠孝两全 忠臣孝子 这也是儒家提倡的 但是儒家认为 仁要高于忠 你首先要做个好人 要有爱心 这个比忠义要高 忠要符合人的大的要求 可是日本不是 日本五十道精神认为 忠要高于忍 也就是说我为你尽忠 高于仁义道德 我主子是邪恶的 我也可以是邪恶的 只要我尽忠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一来 他仁义理智信这一套东西 他把人改成了忠和勇 而忠为第一 勇为第二 再往后就是忍 你看在日本五十道精神里 除了忠以外 还有勇和忍 勇就意味着 末是他人生命 我随便干 忍是什么 自己生命都可以不要 所以禅宗里面提到的 死生如一 也被日本五十道精神取解了 就死着和活着一样 只要我达到我的理想就可以了 当然光是这两家 不足以构成 五十道的全部思想根源 还有一个日本的神道教 日本的神道教 就像我们说靖国神社 以前我给大家解释过 靖国神社就山川草木皆为神 只要是人死了 他就是神 日本神道教有一个基础 什么就不分是非 我只要是秉承着一种精神 都是值得在赏的 就像我们看 参拜靖国神社 这就是五十道的一个思想根源 不分是非 只要你坚持你这精神 你看小圈纯一郎那是 就是表达自己一种 一往无前的精神 我为了我的理想主义 我为了完成我这主义 我相当多的日本人 特别推崇这样的精神 所以这种五十道精神 为了完成自己所谓的信念 漠视他人生命 还漠视自己生命 这是神风特务队相当一部分队员的精神根源 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得以洗脑的重要武器